老闆,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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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你,這班小朋友在玩的叫地舞球 你可能會… 地舞球是什麼? 地舞球是香港原創的體育項目 我們自己發明這個舞 我們有自己的規例 還有賽道的長度和標準 也是由我們建立的 再看真點 是否覺得和某種運動很相似呢? 沒錯 他就是由冰壺啟發出來的 我叫李石莊 英文名叫John 人人都叫我John Lee 我是香港冰壺協會的創會會長 John和很多人一樣 在四年前的索舍東澳開始認識冰壺 對於這項整隊人在冰上擦擦擦的運動 John可以說是一見鍾情 還成立了香港隊和協會 就是因為香港人喜歡這個運動 但是又有趣 他們不知道怎樣計分 又不知道人們怎樣比賽 怎樣為之贏 怎樣為之輸 但是每個人都很喜歡 又因為電視報出來 新聞也有報導 就是人們拿家裡的掃把 拿了些茶會出來模仿冰壺 我就覺得 咦? 香港人這麼喜歡冰壺運動 為什麼我們沒有這個運動組織 去推廣這個運動呢? 我就去網站搜查 看看有沒有這個協會 原來沒有 我就自己登記了這個協會 然後去研究這項運動 不過在香港 東極都很難練到冬奧的運動項目 加上場地、制度的問題 令到冰壺到現在都未得到政府的資助 推廣運動最重要的是場地 因為香港的冰場 我們都有六個冰場在香港 但是那些冰場是要來玩溜冰 以及玩冰球 他們是穿著刀鞋在上面滑 就是說刀鞋就會破壞了冰面 變成在20公斤重的冰壺在上面滑行 是相當困難的事 政府有政策 政府就是頭三年 都不能夠資助一些新興的體育運動 全部都要自費 也拿不到任何公帑 也拿不到資金的資助 不過John沒有因為這樣而放棄 反而啟發到他做得更多 一手一腳將壺由冰面搬上地面 創立地壺球運動 為了普及我們就要做一個簡易板 簡易板在普通地面上面可以玩到 所以我們就叫做地壺球 所有規則、器材由自己設計 John就說需要很多心機和時間 但他很期望地壺球可以比一般運動做得更多 但很少運動將不同年齡、不同能力的人走在一起 所以我在設計這個運動的時候 就專門將這幾個元素 希望都可以放到地壺球 所以現在我們的運動是兩歲半到九十八歲的人 都可以一起玩 可以同一隊出去打比賽 所以現在我們有三代同堂的一組去參加比賽 而我們也希望運動員 喜歡打這個比賽的 可以認識到不同能力的人 例如一些弱智人士、傷殘人士、弱視的人士 都可以交到一個朋友 由零開始 到現在又不少機構、學校都開設地壺球的興趣班 John希望可以一步一步有更多人認識 我們希望在未來一年或兩年時間 國際奧委會會承認這是一個體育運動 而有些國家願意參加 有一天我們希望成為一個亞運會的運動 甚至乎是一個奧運會的項目 克服困難是每樣運動的必經過程 推動一項運動亦都一樣 正因為John的熱情 才令到國際上出現尾現香港的地壺球 我現在帶大家去踩單車 紫相去曼谷旅遊指南退出了 大家快點去紫相旅行facebook page 免費下載吧